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着历史的厚重感 然后呢 在象征的手法上面呢 也运用的恰如其分 不仅保持了前四季该有的水准呢 也依然尊重观众们的智商 这很重要 一部优良的戏剧呢 对于追追的观众来讲呢 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像我这种 从第一季就开始追的人来讲 就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就是逐年慢慢等下来的观众 其实这种观众呢 最害怕的就是看到 没有办法完美的衔接上一季 让整个故事呈现疲软的那种戏剧 王冠真的水准很够 我觉得很好看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 真的非常推荐你去看看 尤其如果你喜欢历史 那就更应该要看 看完你就会知道 有一些作品呢 其实就是平常拿来打发时间用的 但是呢 有一些作品呢 则可以影响人的一生 让你可以思考很多很多的事情 还记得我们上一周聊到法国瓦鲁瓦王朝 最有名的皇后凯撒林麦蒂奇吗 而我们今天要聊的呢 就是瓦鲁瓦王朝之后的波旁王朝 在波旁王朝里面呢 也有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王后 叫做玛丽安东尼 第88集的时候呢 我们谈到西西皇后 我说西西皇后的故事呢 更多是让我感到 当一个人身不由己的时候 只会抓住唯一 能够让自己控制的东西 只有当自己 可以控制住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才会觉得活得像自己 而这个东西呢 对西西皇后来说呢 就是近乎病态的 重视自己的外貌跟身材 把大量的时间跟金钱呢 花在锻炼跟美容上面 于是呢 就有听众跟我分享 这个观点的角度呢 就让她想到了玛丽皇后 玛丽皇后呢 在世的时候呢 也是把很多的心力啊 以及金钱啊 花在打扮自己 以及纵情享乐上面 追究起来呢 也是因为整个法国的皇室 让她感到窒息 以及身不由己 只可惜 玛丽安东尼 没有西西皇后那么的幸运 她几乎是一个人 承担了法国皇室 结束君主制的一个责任 并且呢 被认为是拖垮 法国经济的罪魁祸首 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们接下来的故事会说 帮大家解答一下 我们都知道 她最后的下场 是被送上断头台的 这个下场呢 跟她的身份 呈现了极端的反差 以至于呢 她也因此被人们而记住 如果你看过很多的时尚文章 应该也不难发现 在现在的时尚领域当中呢 玛丽安东尼 并非是一个 祸国殃民的妖后 而是很多设计师 内心的时尚偶像 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甚至呢 可以说是谬斯 随着时代的改变啊 她在历史政治上的形象呢 慢慢的淡去了 取而代之的呢 则是她的时尚地位 她被后来的人呢 称为法国时尚的革命家 是洛可可装饰风格的代表人物 因为她这一生呢 做过最出色的事情啊 就是尽其所能地打扮她自己 堪称法国第一时尚买手 记得我小的时候 第一次接触到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这一段历史呢 是来自于日本漫画家 池田李戴子的作品 叫做凡尔赛玫瑰 我想年纪大一点的听众朋友 应该都会有印象 因为她在台湾有播过动画嘛 而且呢 2020年就是今年 还是凡尔赛玫瑰的 50周年纪念 这部漫画呢 是从1972年开始连载的 有很浓的昭和风味 我非常喜欢 是日本经典漫画中的 其中一部剧作 这部漫画的主角呢 是一个杜撰出来的人物 叫做奥斯卡 台湾翻译的名字叫做欧斯嘉 她是一个女生 却从小呢 被身为将军的父亲呢 当作儿子来养 她后来呢 成为侍卫队的队长 与玛丽皇后呢 有着深厚的情谊 但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她最后选择抛弃了 自己贵族的头衔 站在人民的那一方 并且呢 最后在革命中牺牲了 我小时候呢 就非常非常喜欢奥斯卡这个人物 很向往这个人物的设定 很向往这个人物的性格 因为她拥有 雌雄同体的灵魂 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少女漫画 我长大以后呢 时不时还会拿出来看看 动画版的主题曲呢 跟片尾曲都非常的好听 写这一集Podcast的时候呢 我的背景音乐就是 凡尔赛玫瑰的OST 如果你想要了解 法国大革命整个脉络 我觉得这部漫画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比看历史书轻松太多了 而且呢也可以让你记得 前因后果所有的过程 虽然主线是一个非常浪漫 凄美 当气回常的爱情故事 但因为有着厚重的历史 作为背景 所以呢就会让这一部漫画 脱离了少女 那种情情爱爱的小歌曲 展现了史诗般的宏伟气魄 套一句前面所说的 有些作品呢就是 无聊打发时间用的 有些作品呢则可以影响人的一生 看这一部漫画的时候呢 其实我并不讨厌 玛丽安东尼这个人 哪怕他真的有着性格上 或者是行为上的一些缺点 或者是舒适 但好像你也很难真正去 讨厌他这个人 毕竟呢 加入法国王室 其实也不是他自愿的 都是国与国之间的政治联姻 而他不过就是像他的兄弟姐妹一样 出生之后呢就注定要当一枚政治棋子 但是这个命运不能自己选择的理由呢 是否真的可以成为他犯错的借口呢 我们之后会来探讨 而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的人呢 这些人当中呢 有很多人是用同情的眼光来看待玛丽皇后的 比如法国大文豪雨果 奥地利的作家斯蒂芬·茨维格 他们都对玛丽安东尼抱有极大的同情 斯蒂芬·茨维格呢 还为玛丽皇后写了传记 而大众马呢 也写了有关于玛丽皇后的 法国革命三部曲 分别是 《巴尔萨摩男爵》 《皇后的项链》 以及《红巫骑士》 玛丽安东尼人生当中 三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呢 都在小说中被详细地描写到了 那么究竟她的一生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现在就跟着凯特我 一起来听听法国波旁王朝最后一位王后 玛丽安东尼的故事吧 1755年11月2号 玛丽安东尼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 是一个天蝎座的女孩 她的母亲玛丽亚特雷莎 有奥地利国母之称 统治奥地利长达40年 奥地利在她的领导之下呢 游过一段非常辉煌的时期 这位奥地利女王呢 生了16个小孩 其中呢 有10个小孩是顺利长到成年的 这些孩子成年之后呢 往往会成为国与国之间 政治联姻的对象 所以呢 即使她非常非常的疼爱 她最小的女儿 玛丽安东尼呢 却也在玛丽的姐姐死了之后呢 迫于政治的因素 将她作为跟法国和亲的一枚棋子 1766年 法王路易十五就提出了求情的要求了 但是呢 因为当时 玛丽安东尼的年纪还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呢 奥地利女王就没舍得答应 要一直到了1770年 玛丽即将满15岁的时候呢 才真正的嫁到了法国的王室 玛丽安东尼的小时候呢 是非常可爱 非常淘气 而且性格也非常天真善良的一个小孩 而且呢 因为母亲的疼爱呢 她的性格就养成了十分任性跟骄纵 她很小就对美学跟艺术展现了过人的天赋 可是呢 却不太喜欢学习 是一个学渣 尽管呢 奥地利的皇室呢 为她打造了非常良好的学习环境 但是呢 她也没有心好好地求学 作为未来法国的太子妃 她也没有打算努力地学习好法语 可以说呢 她对自己未来的身份呢 是完全没有认知的 15岁之前呢 几乎过着无拘无束的宫廷生活 传说呢 玛丽安东尼在7岁的时候呢 遇见过6岁的莫扎特 莫扎特呢 对她一见钟情 在皇家演奏表演完之后呢 她就向女王提出了 她想要吻玛丽安东尼的一个要求 蛮可爱的 但是呢 这件事情是否属实 没有人知道 也可能是一个传闻 不过呢 这个传闻是非常有趣的 侧面显示出了 玛丽安东尼呢 确实是一位 人见人爱的小公主 1770年 玛丽安东尼 终于从奥地利来到了法国 在一场盛大的婚礼当中呢 她嫁给了未来的 法国继承人 路易十六 两个年轻人 第一次见面就是 结婚成为夫妻 其实这样的婚姻 美满的几率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低的 但是呢 身为王室的人 他们其实也没有任何的选择权 路易十六呢 只大玛丽安东尼一岁 她身材非常的矮胖 长相很普通 性格呢 是优柔寡断 而且又非常的内向 非常的软弱 但是呢 相反的来看 她的好处就是为人善良 宽厚 仁慈 她其实并不具备 一国之王的资质 但是呢 偏偏又是未来的君主继承人 路易十六的兴趣是什么 是打铁 制到锁头 而且呢 她经常就一个人默默的在工作室里 悄悄打打 这跟喜欢热闹 而且热爱文艺的 玛丽安东尼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呢 两个人婚后呢 其实是相敬如宾 虽然说十分和睦 但是呢 也谈不上恩爱 不过呢 相比于玛丽安东尼 路易十六应该是 比较喜欢的那一个人 比较喜欢玛丽安东尼的那个人 新闻之后呢 法国呢 全国人民上下 其实都是非常喜欢这一位 来自奥地利的漂亮公主的 认为呢 她将为法国带来新的气象 大家都对她表示了 最大的欢迎跟诚意 传闻呢 路易十六在性生活方面 其实是有一点点障碍的 这也导致呢 玛丽王后在结婚之后呢 很久之后才有了小孩 也让他们的婚姻蒙上了一层阴影 说来也蛮有趣的 这对夫妻各自对未来的身份 都没有很清楚的认知跟觉醒 路易十六没有当国王的气魄 而玛丽安东尼呢 也没有当王后的决心跟认知 还是太子跟太子妃的时期呢 宫廷的朝野 当然对他们没有任何很高的要求 但是作为王室的展示品 他们只要出席公共场合 合体的时候 上得了台面就可以了 于是呢 也就养成了玛丽安东尼 为了排遣积末 把大量的时间跟金钱 花费在制装跟派对上面 1774年 路易十五因为感染天花病逝了 19岁的路易十六 即位成为了法国国王 18岁的玛丽安东尼呢 就成为了王后了 这一对年轻的国王跟王后 开始肩负起带领 法国的责任和压力 一直以来呢 就非常受宠的玛丽王后呢 其实并不具备宫廷的生存技能 她依然是非常天真的 过着她自己想要的生活 对王宫贵族之间的勾心斗角呢 她也没有什么概念 对奥地利跟法国之间 长久以来的政治牵制呢 她也没有警觉 她喜怒 行于色 对自己喜欢的人呢 就非常非常的和善 非常非常的好生好气 但是对自己很讨厌的人呢 哪怕对方的地位再尊贵 她都不给对方一点点的面子 这样的脾气呢 在她还不是王后的时候 是太子妃的时期呢 就展露无遗了 例如当时候 她的公公路易十五的情妇 杜巴利夫人呢 其实是备受宠爱的 很多人呢 都赶着要巴结她 只有玛丽安东尼对她 根本就不屑一顾 从来呢 都没有给她好脸色看 也不想跟她说话 这个举动呢 就让杜巴利夫人 对玛丽安东尼恨得牙痒痒的 好在玛丽安东尼的身份 比她高贵 而且呢 在欧洲皇室 向来是一夫一妻制的 这个制度之下呢 她也不需要宫斗 否则呢 她应该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政治上呢 她没有天分 她也没有兴趣 她更多的才华呢 其实是展现在 吃喝玩乐上面的 带领王公贵族们呢 搬迎场场的舞会啊 party啊 甚至呢 把赌博的游戏呢 带入了皇宫当中 让奢华 维米的生活呢 席卷了法兰西 玛丽安东尼 确实是非常挥霍的 而且她所引领的潮流 也是非常花钱的 如果你看过2006年 由苏菲亚·克波拉导演的电影 凡尔赛拜金女 应该就能够从电影画面中 看到由金钱堆砌出来的一切了 法国国库里的钱呢 就是在她无限度的买买买当中被花掉的 千万不要小看一个女人制装的能力 玛丽安东尼呢 真的就是毫不手软的在花着法国老百姓的纳税钱 加上路易十六呢 非常非常的宠爱她 只要她撒撒娇啊 或者是假装生生气啊 路易十六呢 都会在自己可以点头的范围内呢 为玛丽安东尼的要求买单 哇 这样的丈夫其实也是蛮好的 是不是有些人心里这么想 其中呢 最花钱的是路易十六为玛丽安东尼修建的小特里亚农宫 让她可以脱离宫廷呢 来这里享受自己的生活 路易十六呢 把这一座宫殿呢 送给了玛丽安东尼当做礼物 然后呢 玛丽安东尼呢 就用自己花钱的本事 把这一座宫殿呢 打造成自己的乐园 根据统计啊 前前后后花在这一座宫殿上的钱 大概就是七十六万六千法郎 在当时的法国啊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我还记得当年我去凡尔赛宫参观的时候呢 也特别去看了小特里亚农宫 这个宫殿呢 是路易十五送给自己的亲妇 庞巴杜夫人的礼物 但是呢 庞巴杜夫人在建造完成之前 她就去世了 而路易十六登基了之后呢 就把她送给了自己的王后 玛丽安东尼 小特里亚农宫 虽然说是玛丽皇后奢华的代表作 但是呢 也能够看出来 她对艺术绘画 原意以及戏剧的热爱 这座宫殿呢 确实充满她个人的审美品味 充满了洛可可风的一种甜美 在电影凡尔赛拜金女当中呢 有几个画面是玛丽皇后打扮造型的画面 其中呢 有一幕就是她高耸的 发型上面顶着一艘船 其实这是非常真实的一种呈现 在当时的法国社会呢 有着头发越高 越是接近神的一种迷信 所以呢 她会把自己的发型 新发型师呢 帮她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假发造型 在上面呢 镶嵌各种的钻石啊 羽毛啊 缎带啊 或者是花草 而这些发型呢 其实都是非常花钱的 甚至呢 她还发明了一种粉粉的蜜桃感的假发色 叫做草莓精 直到现在呢 还是非常非常深受年轻女孩的喜爱 渐渐的玛丽皇后 娇奢营逸的生活就传开来了 也许呢 在她这里不过就是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但是在别人的眼中呢 就会被视作溃空国库 奢侈浪费的行为了 连她的妈妈呢 奥地利女王看到女儿送来的消化像之后呢 看到她身上穿戴的那些服饰 头饰之后呢 都不仅要摇头 觉得玛丽安东尼呢 实在是太铺张 太浪费了 于是呢 就写信劝诫她 她的母亲呢 就告诉她 我的女儿啊 你知道的 我总是认为呢 时尚应该被中庸的旅行 而不是呢 走向极端 一位年轻的美丽女性呢 一个优雅的皇后呢 不需要这些非常疯狂的装饰品 相反的 简单的衣着呢 更能让一位皇后受益 并且有价值 玛丽安东尼的母亲呢 也许真的 不太了解自己的女儿 以为这样的劝说呢 就能够点醒她 让她以身作则 好好的当一位王后 如果她知道这样子下去呢 将会让自己的女儿 人来杀身之祸的话呢 也许呢 她一开始 就会好好的知道 她身为皇族的责任了吧 但是呢 那个时候 玛丽安东尼 甚至是玛丽安东尼的妈妈 都意识不到 后来会发生的事情 不过呢 如果你抹去 玛丽安东尼 身为一国之后的身份 仅仅从一个女人的角度 去看的话呢 玛丽安东尼 其实真的是一个 非常悲情的角色 她从一出生呢 她就没有选择权 在情窦初开的年纪呢 就因为政治因素呢 被迫嫁给自己 并不喜欢的人 丈夫 虽然人很好 但是呢 却与她没有话可说 法国王公呢 也没有她真正的朋友 16岁的时候呢 她曾在化妆舞会上 卸购了一位 来自瑞典的贵族 菲尔逊 菲尔逊呢 跟路易十六 完完全全是相反的两极啊 她不仅是一个高富帅 而且是一个雄才大略 能够带兵打仗的军官 谈吐幽默风趣 热爱艺术 跟玛丽安东尼 有着相同的话题 两个人呢 曾经发展出一段 超越友谊的感情 但是呢 最终却也迫于身份 加上玛丽成为 王后之后呢 生下了皇子 两个人不得已 还是分开了 电影里面呢 把这一段 无极而终的恋情呢 拍得非常非常的唯美 我想呢 正是因为这些画面 让很多的女孩啊 对这部传记电影 有着非常深的喜爱 这部电影的情节里面呢 有着身不由己的命运 有着身份地位悬殊 还有爱而不得的遗憾 是不是堪比言行小说的情节 我想呢 这就是广大妇女群众们 最爱看的 嗯 我很懂很懂 嗯 电影呢 好几幕都拍得 特别特别的美 比如呢 她会和闺蜜们 偷偷地跑去巴黎 参加化妆舞会 替自己戴上黑色的神秘面纱 在天色渐渐亮起来的时候呢 才意犹未尽地赶回凡尔赛 在那里呢 她跟菲尔逊一见钟情 两个人用眼神博弈 通宵达旦的玩乐之后呢 他们会赶去湖边看日出 在清新的沉露 混合着宿醉的酒精气息当中呢 昏昏沉沉地睡去 回城的时候呢 当玛丽安东尼把手臂伸出马车 闭上眼 抚摸清晨的微风的时候呢 我们才知道 她也不过是一个希望 谈一场初恋的少女 随后 画面转至玛丽安东尼 在沉闷的牌局上 想念情人菲尔逊 因为抑制不住心中的想念 便在华丽的宫殿当中呢 碎步跑了起来 哇 画面是不是非常美 又勾起了你 对那一部电影的想象了吧 我们现在呢 可以单纯的从一个女人的角度来看玛丽安东尼 但是当时的法国人民可不会这样子看待 尤其呢 当人民的生活越来越难过的时候呢 但王室的生活却越来越奢华浪费的时候呢 那一股怒火会因为一个偶发的事件而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导致玛丽皇后的支持度下降 让她变成全民公敌的事件呢 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项链事件 项链事件呢 现在看来 是一场手法非常拙劣的骗局 但是呢 在当时却引起了非常大的震撼 这个事件呢 发生在1785年 玛丽安东尼29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有一位珠宝商人 她的手上有一串非常昂贵的红宝石项链 想说玛丽皇后挥金如土啊 一定会愿意高价买下这个价值不菲的项链 于是呢 她就进入皇宫 向玛丽皇后献上这一串项链 却因为造型非常的难看 玛丽皇后根本就看不上眼 最后呢 没有达成交易 玛丽皇后呢 跟这一串红宝石项链的接触 也就仅限于此了 但是呢 后续的故事却让人意料不到 项链事件背后的主谋呢 是一位叫做让娜的女人 她是亨利二世在外面的私生子 后来呢 被一位伯爵夫人收养了 进入了上流社会圈 她非常擅长耍一些小手段 说谎啊 详骗诈骗那些贵族的夫人 从中获取一些财富 后来呢 她嫁给了一位伯爵 真正当上了伯爵夫人之后呢 她就在贵族的社交圈 更加嚣张了起来 不仅呢 喜欢吹嘘自己跟玛丽皇后 非常非常的熟 还故意让很多人以为 她们是交情非常好的 闺中密友 闺蜜啦 用现代的角度来看呢 让娜很像影集 创造安娜里面 安娜这种角色 后来 让娜跟玛丽皇后 是闺蜜的这个传闻呢 就传到了一位红衣主教 罗昂的耳中了 这一位红衣主教呢 曾经是住在奥地利的大使 但是呢 因为在奥地利皇宫 得罪了玛丽皇后的妈妈 玛丽亚特雷莎 所以呢 就被遣返回法国了 之后呢 女王还写信告诉女儿 叮嘱她要路易十六 不要再重用罗昂这个人 于是呢 罗昂的政治前途呢 基本上就毁掉了 为此呢 她感到十分十分的后悔 于是呢 一直都在找机会 想要向玛丽皇后求情 希望呢 可以恢复自己的政治前途 所以呢 当她得知 让娜跟玛丽皇后 是闺蜜了之后呢 就要求让娜 帮她在皇后上面 多美言几句 让娜看她的着急的样子 就知道这个人 绝对是在情急之下 会失去判断的那种人 于是呢 就想要利用她 骗她说 皇后呢 需要她用书面的方式 来表示忏悔 之后呢 再假装皇后 回信给罗昂 罗昂不已有她 竟然就相信了 这个回信是皇后的亲笔回信 于是呢 就这样子 在三年之间呢 紧靠着书信往来 以为得到了皇后的原谅 并且呢 还不停不停地给让娜 提供金钱的援助 表示对她的感谢 但有一件事情呢 却让罗昂感到非常的疑惑 就是呢 在公开的场合上面 她真正地见到 玛丽皇后的时候呢 玛丽皇后都对她 非常非常的冷淡 甚至连正言都不瞧眼 这样的态度呢 跟她收到信之后 看到信中的那些文字 那些口气 完完全全就是两回事啊 于是她为了排除一些疑惑 确定玛丽皇后是真的原谅她了 就跟让娜提出了一个要求 她说她想要见皇后一面 于是呢 让娜就安排了一场戏 找人来假扮玛丽皇后 在非常昏暗的夜里呢 安排他们见上了一面 李昂就不宜有她 从此呢 就对让娜更加的信任了 实在是太好骗了 这时呢 让娜就提出了 她就跟她讲说 玛丽皇后呢 其实是想要买那一串红宝石项链的 但是因为价值160万法郎 路易十六不肯花钱买给她 于是呢 玛丽皇后就想要用自己的钱买 但是呢 偏偏最近手头又很紧 又怕国王怪罪下来 所以呢 就希望红衣教主 可以作为中间人 定下分歧付款的一个协议 红衣教主呢 终于找到了 可以向玛丽皇后效忠的机会了 于是呢 就恶化不说 马上就跟珠宝商 以及让娜三个人见面 并且呢 定下了协约 160万法郎 分四起来付清 项链呢 则由让娜带去 交给玛丽皇后 那结果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串价值连城的红宝石项链呢 最后就是直接被拆开来 变成宝石 然后就流入了黑市 被让娜脱手变卖了嘛 好巧不巧 到了约定要付钱的时候呢 红衣教主 罗昂的生活突然起了一个变化 她付不出钱来了 于是呢 珠宝商就拿着合约 直接找上了 玛丽皇后要钱 结果就是让这一件 世纪大骗局 公开了 虽然后来证实 玛丽皇后是被冤枉的 红衣主教跟让娜受到应有的惩罚 但是呢 法国人民却不这样子想 他们觉得 要不是玛丽皇后 铺张浪费的声明在外 也不至于让这件诈骗案可以发生 当时的法国呢 确实是名不聊生的 人民群众啊 对皇室的好感度逐渐在下降 他们把气发在玛丽皇后身上 其实是很有原因的 尤其当他们连一块面包都吃不起 很多的小孩都饿死了 大人被迫要去抢劫的时候呢 他们的怨气就越来越浓了 说起来 法国国库的赤字 其实不能够全怪玛丽皇后 她虽然真的花钱不眨眼 但是呢 其实法国在她嫁来之前呢 早就负债累累了 最近问题呢 还是要追溯到法王路易十四的时期 这位跟清朝康熙大帝同时代的法王 路易十四 虽然创造了法国最强盛的盛事 但是她也花了很多的钱在打仗 以及修建繁尔塞工 还有推行艺术文化上面 这些都是要花钱的 在她统治的七十二年当中呢 她制定了法国最严格的税制 皇室跟贵族都不必缴税 赴税呢 更多是落在中产阶级 也就是平民的身上 这样的税制呢 经历了路易十四 路易十五 来到了路易十六之后呢 就成为了让人民叫苦连天的罪魁祸首了 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之一呢 就是对法国税收制度不公平的不满 而路易十五时期呢 青年战争打得又臭又长 打仗也是需要花很多钱的 这也是国库吃紧的原因之一 所以路易十四其实是债留子孙的国王哦 他创造了法国的辉煌 也是法国君主制的一个巅峰 但是呢 这背后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 也就是润花钱 路易十四才是真的不手软的那一个 但这个结果 却经过了两任的国王 最终由路易十六跟玛丽皇后来买单了 路易十六呢 上位之后召开了三级会议 三级呢 是指阶级 第一级呢 是由天主教的教室组成的 第二级是贵族的阶级 第三级呢 就是平民 第一级跟第二级的人数呢 其实只占法国总人口数的 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左右而已 其余的 剩下的都是平民 也就是换句话说呢 这些少数的阶层呢 一直都是由人民供养的 享受的特权 召开这个会议最大的目的呢 就是要解决财政的问题 路易十六呢 就提出了要增税 意思呢 就是要从人民的身上 弄更多的钱来弥补国库嘛 让皇室啊 贵族啊 教室们可以继续他们享乐的生活 平民呢 他们早就被税制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听到这个国王还要增加税收 怎么可能接受这个提议呢 当然是投反对票啊 路易十六呢 之所以敢这么嚣张的提议 其实是因为第一跟第二级都是自己人嘛 但是呢 他错估了当时法国的现状了 那个时候 自由平等革命的风气呢 早就弥漫了欧洲 大家对于君主制所带来的不公平 堆积了非常强大的不满 于是呢 在投票过程当中呢 有些属于第二级的贵族呢 就跳票了 他们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 把票投给了第三级 让第三级的提议呢 以些为的票数之差呢 赢得了结果 这种情况呢 其实就好比在凡尔赛玫瑰当中 原本属于贵族阶级的奥斯卡 在了解自由平等的重要之后呢 最终选择了跟人民站在一起 对抗他曾经效忠的皇权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的 可是后来 路易十六竟然耍赖了 他非但呢 不认这个投票的结果呢 强制增加税收 还调了军队 企图解散议会 于是呢 1789年7月14号 这个重大的日子 大批游行的群众呢 就攻陷了象征专制统治的巴士抵御 法国大革命就此爆发了 革命爆发之后呢 贵族阶级就四处的逃亡 路易十六呢 此时才明白自己已经住下的大作 但是呢 他却没有抵抗的能力 可是他的妻子 玛丽皇后却很不一样 在他的认知当中呢 皇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革命意味着就是叛变 于是必须要压制才行 当所有的贵族阶级都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而逃难 或者是加入平民去对抗皇权的时候呢 皇室里面只有玛丽皇后一个人坚持要对抗到底 于是呢 后来某一些法国的政治家呢 就对法国大革命中 玛丽皇后的表现非常的赞许 称她为凡尔赛宫里面唯一的男子汉 但是玛丽安东尼的觉醒终究是来得太晚太晚了 如果她早一些年就知道要捍卫皇权 知道自己的责任跟自己的义务 明白国王的软弱 明白自己要用自己的胆量跟智慧去辅佐她 那么他们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凡尔赛宫被攻陷了之后呢 路易十六跟玛丽皇后就被移到巴黎监禁了 在监禁的期间呢 玛丽皇后动用了各种人脉想要逃出去 但是最终也没有成功 她甚至企图联系正在跟法国打仗的奥地利的国王 希望这一位侄子能够打赢法国 如此一来呢 身为姑姑的她就有救了 于是呢 她就向奥地利提供了很多法国的情报 希望用来解救自己的一家人 1792年 法国大革命爆发三年之后呢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 立法议会呢 宣布废除君主制 国王路易十六呢 以叛国罪被处以死刑 隔天呢 就被送上了断头台了 而玛丽皇后呢 也被送身 并且呢 安置了非常多莫须有的罪名 以便达到可以处死她的目的 这些罪名当中呢 有一些真的非常非常的离谱 比如呢 就有人造谣 她跟她自己的儿子乱伦 为了定玛丽安东尼的罪 人民呢不习惯罪 并且严刑拷打路易时期 逼迫她亲口说出母亲 逼迫她手淫 并且呢 跟自己乱伦的那些话 但是在玛丽安东尼这边呢 她始终坚持自己 未曾做出如此恶劣的事情 当很多的贵族为了活命 而苟延残喘地屈服于当时的权利时 她依然没有要低头 依然维持她曾经身为皇后的尊严 被处于死刑之后呢 她被押出了监狱 送往革命广场 要执行断头 这个时候呢 她是一个面容憔悴 非常苍老 疾病缠身的一位妇人 完全看不出来 她就是当初那一位 美丽尊贵的法兰西皇后 运送她的破马车呢 用非常缓慢的速度 通过拥挤的人潮 所有的人都在辱骂她 向她丢失石头或者是烂彩叶 极尽所能地羞辱玛丽安东尼 但她的眼神是很坚毅的 没有流露出一丝的恐惧 之后呢 一步一步地走向断头台 结束她自己37年的人生 这个表现呢 也是后来很多人对玛丽安东尼 另眼相看的一个关键时刻 皇室的尊严 在她身上淋漓尽致的体现 奥地利作家兹威格 在《玛丽皇后》的传记中 是这样子评价玛丽安东尼的 她说 这个年轻的女人 并没有什么政治见解 要强迫他人接受 也不想摆出 盛气凌人的样子 对他人一指气势 她只是童年里 便养成了一种很强的 往往过于直傲 而变得十分可笑的独立性 她不想左右他人 也不想受他人左右 对她来讲呢 当上皇后将意味着 从此可以自由自在 她的最大愿望 也就仅此而已 之后呢 她又感慨地写下 她那时候还太年轻 不知道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 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我觉得这两段呢 其实就是对玛丽安东尼 最好最好的评价了 而曾经呢 指导过玛丽安东尼的 维尔蒙神父 她也曾经这样讲 玛丽安东尼 比人们长期以来 所想象的 要聪明得多了 可惜直到13岁了 还没有养成 专心制制的习惯 她有一点懒惰 又很轻率 我没有办法 使她可以深入地 探讨一个问题 玛丽安东尼 是有她个人的优点的 但是这个个人的优点 放在身不由己的命运当中 放在皇室这个体制内呢 她就没有办法展现出来 甚至呢 会变成很致命的一个东西 我在看王冠的时候呢 也经常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触 当我们以历史为背景 看待王权下的人性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在制度跟规则底下 自我跟个人的东西 其实常常是不允许存在的 就算它要存在 它也要换一个方式 王权需要的是稳定的核心 而这种稳定的内核呢 肯定会跟你的自我 跟你的个性 产生强烈的碰撞 因为王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制度 任何人想在里面放飞自我 终究都会被折断翅膀 是不是让你想到了戴安娜王妃呢 马利安东尼呢 想要永保天真单纯 想要一直毫无压力的生活 但是呢 她却拒绝承认自己的身份 本来就不是用来享乐的 甚至呢 不愿意正视 他们享乐的基础 是奠定在人民的生活上 只有国父民安 才能让君主制永恒的 绵延下去 可是她跟她自己的丈夫 路易十六 却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也许 她的命运曾经不由自己 但是呢 这不能够作为 为自己犯下的错误 辩驳的理由 你说 是吗 希望 你喜欢这一集 关于马利安东尼的故事 如果这一集 让你想到了戴安娜王妃 欢迎你点开18集 去听听她的故事 凯特迷之音 咱们 下次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